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的20章的13节一直到19节 题目是 保罗是如何侍奉主 使徒行传20章13节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亚朔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亚 从那里开船 次日要到了基阿的对面 又次日在摩萨靠岸 又次日来到米利都 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亚西亚担言 他急忙前走 巴不得赶五行节能够到耶路撒冷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 请召会的长老来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保罗从以弗所出来 在马其顿及亚该亚地区绕了一圈 现在又坐船沿着地中海岸 回到以色列的北部叙利亚 再进入耶路撒冷 在这里路加并没有多讲 但是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九章就可以看了出来 保罗这一趟经过马其顿以及亚该亚 也是为了要募集正记耶路撒冷荒年的善款 现在保罗预备前往耶路撒冷 要由海陆坐船沿着地中海的海岸而行 这个行程也会经过以弗所的附近 然而保罗并不打算回到以弗所去 很可能是因为当时以弗所曾经因为他发生暴乱的关系 许多人知道也记得保罗 所以没有必要进去惹麻烦了 但是保罗还是想要和弗所教会的长老相谈 他就在以弗所附近的城镇米利都等待 并打发人去请教会的长老们 过来和自己谈 这样遣人前去请多名长老出神来谈 显然会叫自己一个人进到以弗所要来的慢 但是总比节外生枝要来的好些 可见保罗仍然甚是挂念以弗所教会 等到以弗所的长老来到 他就和他们说 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利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你们也都知道 凡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了 这就是看到保罗这个神的仆人 在形式上的典范 他服侍主凡事谦卑 有困难 有苦难 甚至是弟兄姐妹 有软弱 有争执 有悖逆的 保罗不是用使徒的权柄去镇压 他乃是谦卑以对 但是又心中难过自己流泪 这流泪也是他对主的侍奉 有人问说 他不是说要谦卑侍奉主吗 这流泪不是因为圣灵感动吗 我们在路加的记载上 并没有看到主又出现 要保罗给他打洗脚水等等 保罗乃是在各地呼召神的百姓出来 并且将神的道传给他们 当然这不仅仅是讲道而已 在讲了之后 还要看弟兄姐妹是如何身体力行的 我想这就是流泪的由来 那为什么这是对主的侍奉呢 因为主的本身并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侍奉主的方法 就是借着侍奉主的百姓 那就是侍奉主了 因为做了主所要做的事情 保罗也说了 另外一样侍奉主的概念 那就是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这句话不能够说他为什么流泪 从文中看得出来一点 但是从西语系的文法就看得更明白了 保罗能够抵挡犹太人的谋害 那就是对于他的试炼试探 并且那也是对主的侍奉 我们当然可以明白 何以犹太人的谋害和毁谤 对于保罗来讲是一种试探 因为保罗可以退缩 保罗可以逃避 从此不在以佛所再传耶稣 一个传道人曾经想要在道上退缩 以至于保守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那就是对传道人的试探了 然而保罗并没有对这种试探屈服 而这就是对主的侍奉 诚然抵挡撒旦的试探 为主兼顾阵地 看守主的百姓和看守羊群 那就是侍奉主了 而保罗在以佛所所做的 就正是如此了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